房客刘先生指控入住民宿之后 早上出现疑似被跳蚤咬过的痕迹 他还提到 屋内放了一罐已经过期三年的胡椒 业者解释这是上一个房客留下来的 这样的理由让刘先生无法接受 因为民宿不是应该清空前房客遗留的东西吗 另外退房时还被扣下押金 刘先生带着家人 七大七小入住四间房两天的时间 总共花了约三万块 他指控退房后 管家却用各种理由扣押金 业者说房客烤肉木炭没有丢弃 刘先生说当时垃圾桶已经满了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丢 另外房间内的LED层板灯 以及楼上天井的小灯没关 刘先生则回应 天井小灯入住前就被打开 房间内也找不到其他的开关 管家也没有介绍 至于电视柜上物品的摆设 民宿业者说有动过 但房客解释 是两岁小孩不小心碰倒了纸盒 后来由妇员摆好 指示方向不同 最后民宿业者 还是扣了他两千块的押金 房客押金被扣 事后越想越气 已经跟小宝会进行申诉 业者则强调 都有充分告知入住规范 房客跟业者持续各职一词 金新闻 吕宏毅 马祖欣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ай 最后一项多工具 则强调 颈抹身 保护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